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奏你的慈爱 阿弟苏说你的恩典 耶稣非常的爱我们 也非常的疼我们 耶稣不停的保佑我们 带领我们祝福我们 好那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歇息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呢 让我们有这种美好的机会 可以歇息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诗篇第九篇第九节 圣经说 耶和华要给受压 受欺压的人做高台 在泛滥的时候做高台 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 要依靠你 因你没有离弃 寻求你的人 哇 这个经节很有意思 就说 耶和华呢 帮助受欺压的人 然后呢 耶和华呢 也帮助那些 依靠他的人 有一个姊妹 做了一个见证 非常的有意思 他说 在我小时候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很害怕上学 因为有些女生呢 他们呢 很喜欢欺负我 以残酷的恶作戏呢 作弄我 所以呢 每当休息的时候 我都会躲到图书馆去 然后呢 在那里啊 然后我就 不停的 一个人念书 然后呢 很怕 然后 有一天呢 我读到了 一系列的 与基督教有关的故事 他说 我记得 第一次读到耶稣 这个名字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耶稣甚至爱我 做我 深深的爱做我 在随后的几个月 每当我搭进 邪教的时候 害怕将会被人 自磨 着弄的时候呢 我就会告诉说 耶稣耶稣 求你保护我 耶稣耶稣 求你照顾我 耶稣耶稣 求你 让我不要被他们 欺负 因为呢 知道耶稣 真看顾着我 我就会比较 坚强 以镇定 慢慢的 那些女生 也因为 厌见了 欺负我 而把手了 哇 这个故事 真的很有意思 对不对 所以圣经说 他呢 会 认识 那些呢 依靠他的人 所以 耶和华 认识你名的人 要依靠你 因你没有离弃 寻求你的人 所以你牧师 你也寻求耶稣吗 当然 我不能够活着 没有耶稣的保佑 每一次呢 我都祷告 说 主啊 你帮助我 让我成为一个好牧师 好好牧养 你的牧师 因为这个疫情 很难 很多人受到 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什么呢 犯难 工作方面 资金方面 金钱方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这个名字 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然后这个姊妹呢 继续说他的见证 她说 几多年过去了 信靠耶稣的名 继续地滞长着我 度过几多艰难的时期 信靠耶稣的名 就是相信他所说的 关于他的特质 都是真实的 这使我能 全然地 依赖着他 大卫也深知 信靠上帝名 所带来的安全感 所以 大卫写了 这个诗篇呢 他也知道 当我们 依靠耶和华 当我们依靠 耶稣的名的时候呢 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安全 因此 大卫在战场 迎战迎地时 展现出 对上帝知名的信靠 他依靠的 不是他的武器 或战术 而是相信 上帝总会借助 因他要给 受压 受欺压的人 做高台 我很喜欢这个境界 所以呢 我常常 鼓励弟兄姊妹呢 在教会的 如果你要做生意 如果你要做工作 如果你要做什么 你要祷告 你要依靠上帝 求主帮助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姊妹说 在我还是 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曾经呼求 她的名 并经历到她 就是我所认识的 那位上帝 要我们永远 信靠耶稣之名 他深爱我们 所以耶稣的爱呢 永远不变 有人问我 李牧师 你也是这样子吗 我也是这样子 要做什么事情 都会求主 主啊 求你 答应我们 祷告主啊 求你 在我们前面 帮助我们 做个决定 主啊 求你 祝福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 你的旨意 所以今天 耶稣这个名字 非常的 可以我们信靠她 今天 我们这个星期 奉耶稣的名 洗了两个姊妹 母女 上个星期三位 再上个星期两位 这个母亲呢 整整已经六个月了 每一天 礼拜一 礼拜三 礼拜五 都跟我们一起早上 多诚恳的祷告 今天我们奉耶稣的名 洗礼的时候 他从水里 水里面一出来 就被圣灵充满 讲起别的方言来 这是多么 多么感恩的一件事情 所以耶稣的名 是值得我们信祂 我们不要放弃 永远地爱着祂 跟随着祂 相信祂 接替道道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呢 提醒我们说 我们要依靠祢的名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互求祢的名 当我们伤心的时候 我们行求祢 当我们忧虑的时候 我们跪下来 中耶稣的名 求祢帮助我们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非常的爱祢 我们不能够活着 没有祢的名 十字架上体光芒 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 完全地白伤 愿出爱来救光芒 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我愿意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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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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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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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